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冰川溶解有人爬山 死了幾十年之後 雪融了 見到那雙鞋 就知道在那裡就埋了 這個是全球暖化的其中一個好處 但是我們記得以前的一部電影叫《The Thing》 就是一部成本不高 但是非常恐怖的電影 就是話說在這個南極那裡 因為冰川溶解就看到一個怪物 由於它溶解了之後 它就是怪物翻生 所以就圍禍人間 但是這個科幻小說在現實上可不可能發生的呢? 我想起另外一套《冰人四萬年》台長你有沒有看過? 是啊 是啊 很久以前 其實演那個冰人那個是阿尊龍來的 是啊 是啊 這個想不到 這是題外話 就是那個冰川溶解將一些冰封了很久的突然可以復活 所以翻這件事就好像很科幻那樣 但是這裡也真的很感謝其實這個星期 我原來資料搜集呢 我為什麼有時間做一些深度的搜集呢? 就是原來很多的新聞是大家聽眾自己去 在那個社交媒體裡傳了給我的 包括它的超導體那些東西 包括第二節講氣候 甚至乎這一節我們講的這個呢 在萬年凍土之下找到有古生物復活這些東西呢 都是聽眾去給我們資料的 但是的確呢 你去檢查一下呢 都是適合這個禮拜裡面在一些很重要的期刊那裡 還有一些很話題性很重的研究成果來的 所以我們一定會講的 在這裡來講呢 對於一些比較龐延大物的生物去冰封呢 很多時候我們最後就是找到一個屍體 是不是? 北極長無將 找到它的屍體 裡面能夠找到軟組織 找到裡面去的基因 我們已經很開心 是不是? 如果你要好像冰人四萬年之後 解凍之後出來的東西還可以生生生生出來呢? 那對於一些很巨型的生物來說 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你說在我們的過往的觀測研究裡面 有沒有看到一些生物經過長期的冷凍 最後可以加上熱 加上水給它就復活了呢? 是看到有很多 而且大家都問了 你說多久都還可以回生呢? 這樣子 我記得呢 是在幾年前 我試過就是都得到一包 好像那些類似太空玩具的東西呢 其實那包是一包蝦仔那些東西來的 它就很有趣的 不用你說的 就你好像一個吃公仔麵包裡面那包味精粉 從石子袋裡撕出來一點點橙色的一粒粒東西呢 你把它沖回水 它最後有生物可以出回來的 那些類似蝦仔那樣的東西來的 那這一種生物呢 其實你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它不是冷凍的 就算它有脫水的情況之下呢 你只要把它加上水呢 它是出一些有生命有繁殖能力的東西出來的 那這樣東西就很驚訝了 那你說如果純粹是冷凍的 然後那個新陳代謝減低 很多動物都冬眠了 是不是? 然後你說直接放到冰格那裡冷卻再解凍的 那這樣都有 但是很多時候有一些很冷的生物 大型生物很難做到的就是說 在它冷凍的過程裡面 那些冰粒是會令到細胞膜是破壞了 那所以什麼叫做冰壞了呢? 就是冰到那些東西變了質呢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就是有些東西 你那些菜啊 那些肉啊 有時候你急凍得不好 你冰完再解凍了 你再冰了 基本上那件東西整個口感就不同了 就是叫冰死那些東西 是有的意思的 那麼我們一般以往的觀察來講 一些很小的生物把它雪了幾十年 跟著能夠解凍出來它可以繼續生坑 那已經是很厲害的了 但是這次這一個研究成的那個發現 我也覺得非常的震撼 就是竟然有一些古代的腺蟲 四萬六千年前在洞土裡被冷卻的腺蟲 它能夠呈現那種叫做隱生的現象 它不是冬眠 它也叫做隱生的現象 它的身體裡面有一套機制 就令到自己可以進入一種好像假死的狀態 去到今時今日我們加水加溫 它可以生存在四萬六千年後 這個是破了所有我們以往的紀錄 竟然是有些東西可以隱生四萬六千年都可以復活 就是一個這麼厲害的發現 那是什麼機制令到它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很有趣就是說 究竟這些生物它身體裡面做了什麼過程 令它可以這樣引生呢? 就算冬眠的動物我們都很有興趣知道 它有什麼能力可以令到它的新陳代謝作用去到這麼低呢? 就是那些心跳啊 那些對於能量的損耗要求可以降到這麼低呢? 然後譬如說好像熊癮那些那樣 它怎麼可以做到自己的血油不要凝固了瓶在那裡呢? 其實所謂的冬眠呢 就是把那個身體新陳代謝的狀態呢 就不是壓到去零 但是壓到很接近零 幾乎沒有 是不是? 然後就可以呈現一個很慢很慢 沒有什麼活動的狀態 但是呢 如果說隱生 你看到很強調一個字 就是台長說出來 Cryptobiosis 這種就不是冬眠那麼簡單 是直接你完全是沒有任何生命跡象 你可以查到的 在這種隱生的狀態 在隱生的狀態 和冬眠狀態的其中很大的分別就是 尤其是這些 通常是一些很小隻的 這些蟲體 線蟲體 甚至乎是一些滿蟲 有些很出名的叫水熊 Tardigray 都會呈現到這種特色的 也都包括我剛才說的那種 由石子袋子撕出來的那種這樣的蝦 也都是有一種這樣的特色 這種隱生的生物 它會呈現隱生的狀態之前 它是會將體內的那些水份 完全逼走 它有機制將它的水份排走 排走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完全沒有任何條件 有任何的新陳代謝 就是基本上就是好像乾了這樣 那你想像到乾了的情況 就好像你杯麵裡面的那些配料一樣 沒有水份呢 就沒有東西能夠熬得爛去的 因為你的菌下去都生不了了 但是它自己也都不會呈現任何新陳代謝的作用 其實你說如果很多細菌都做到這樣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說一些動物 比較大型的動物 好像如果說一些線蟲都很小 但是呢 它們都原來有一定的那種隱生的能力 將那個水份排走了 然後那個新陳代謝基本上是零 然後如果它們那個 那個身體 甚至乎你會覺得是一個屍體的狀態 是沒有被物理上破壞 崩了一塊爛了一塊的時候呢 下次你將那些水流進去滲回去的時候 它整個活動可以完全恢復 那這種是很獨特的一種過程 就是那種自己可以抽乾了自己的水 令到自己的新陳代謝去到零 那種叫做隱生 甚至乎是假死的狀態 就是這一次這個能夠穿越了四萬六千年 都能夠回復生命的這條這樣的古代線蟲 一個很獨特表現出來的特徵 那如果是四萬六千年 我們可不可以推算有其他的可能性就是更加遠 說的是十萬年之類 其實這個就不知道了 要慢慢地去發現了 那譬如這幫叫做生物考古的人員 他更加有興趣的方向 就不是純粹發現其他更加多類似的物種 而是馬上將這個經過四萬六千年 再次令到他復活的這條這樣的線蟲 將他的基因拿出來 然後去比對一下和我們今時今日的線蟲 去做比較 那原來他發覺我們是找得到另外一種的線蟲 和他都是一個親戚來的 基因上的親戚來的 而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這裡可能台上去找一下 那些線蟲的學名我就永遠記不到了 所以我沒有資格成為生物學家的 但是就是說去找這種古代的線蟲 和我們現代都有出現在泥土裡面的另外一種的線蟲 做一個基因比對 就發覺他們是很近親的 而且是兩者都有那種呈現引生的能力的 那麼在這裡就有一個很好的線索 可以繼續去研究一下 他們未探索到下去但是已經開始了 就是說他們嘗試一下 這些共同 由這些共同都享有類似的基因裡面 看一下找不找到究竟哪一個基因 就是對應這種引生機制 就可以引發到這種引生機制的基因在哪裡 那麼如果找到這種引生的基因呢 會不會有其他應用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至少對於去了解這些生命裡面 怎麼去運作 由這個基因 它會產生到一個什麼的生化過程 從而令到這個生物擁有這種引生的能力呢 那麼我會覺得是另外在那個生物學 和那個生化學上面非常值得探討的一件事 他們這個研究就說呢 在現代 現在我們看到的生蚊的蟲 如果有這種特性呢 是只有39年而已 但是原來它放在這個冰川裡面呢 就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但是不知道是否有基因的原因 還是有其他原因呢 不過剛才你提到的就是 我們研究到這個機制的話呢 舉個例子 如果應用在人類身上 我們太空旅行是否有更大的空間呢 這個就一下子推到很遠了 就是你等於將個人抽乾水 是不是 就是變成了一條乾絲 然後你又再放一些水下去 但是我對於無論你說用冷凍的方法 你說是用抽乾水的方法 來去將一個生命這樣去引生呢 我都會覺得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現在你說的就是在這些生物裡面 它是那個不需要有自己的循環系統 你只需要單單純純有一種 它自己和外界的那個液體交換的滲透能力 你已經能夠做得到的 就是你想一下如果我們一個人 你將它血裡面的水抽乾是什麽一回事 它的血照計就會瘋了 暫時你會不會看到有一包血可以給你抽乾水 再倒一些水下去可以出一包完整 還可以用的血給你 就是沒有的 就是沒有的 豬紅都沒有了 就是都做不到這樣 所以這件事情我就覺得非常科幻 但是我就會覺得很有用的 就是去瞭解這些這樣的 就是由那個基因上面瞭解 什麼動物它會有一種這樣的能力 它的身體會呈現到一個什麼的變化 我就會覺得去瞭解生物的層面上面是更加有用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馬上跳到 就是去到對人都有用呢 這個我就覺得太遙遠了 這個有一個題外話的 以前在我想七十年代開始 就是研究所謂life extension 就是延長生命或者是疫靈 anti-aging 其中一件事情是想到的 就是撤了一個人的頭出來 回到一個雪櫃裡 那個叫cyronix 好像有人做過 做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有絕症 不是說是一個生歐 真的 當時醫不了 保存下來 就希望到有一天 醫到這個病的時候 它將它復活 而且是拍過電視劇的 是那個女生她有一個絕症 她希望做這件事情 但是法律上是不容許 她求助於一個律師行 我記得好像LA law做過這件事情 是的 但是到時今天都 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這個 船洞了之後 你rewive你那個 是的是的 但是如果我們還想擴大 看看可不可以還有沒有其他的樣本 標本可以拿回來呢 我會認為西伯利亞凍土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來的 因為它真的有 既可以有地方給它自己脫水 也都有一個地方可以有個凍土來 就將它冷凍保存 你想一下如果在其他地方 它中間受到其他的因素去干擾 比如說是太陽啊 或者是其他的微生物腐蝕 那些干擾的情況就會很嚴重 令它難一點去保存下來 那四萬六千年你看一下 北極長毛象 又是在講幾萬年的事情 上萬年的事情 都可以那個屍體保存到 那所以在這裏呢 那些凍土之下 找到更加多這些生命的遺跡 其實甚至乎古代菌 我們都看到了 是可以找到出來 那現在不只是古代的菌 是古代一些比較簡單的生命結構 比如好像線蟲這些 我們都有能力去找到出來 其實這件事很奇妙的 四萬六千年 其實尼安德塔人都沒有絕種 但是在那個時候 講得不負責任一點 這條蟲可能見過尼安德塔人 接著就今時今日它復活 又見回內致人 但是剛才你提到那個細菌那裡 如果譬如說這細菌它真的復活的話 是不是對人類有殺傷力 現在全部事情都還未知的 那這個菌 就是這些菌或者這些蟲 它本身它怎樣都好 它來到今天的世界 它會有些什麼特別的相互作用呢 其實這件事為什麼很難它一概而論呢 就是它裡面藏餘的基因資訊 會是造成一些什麼的連鎖反應 所以我們還未知 就是我們都知道的啦 剛剛這次的瘟疫來講 你怎麼想到這些這樣的叫做 就是這些這樣的冠狀病毒 它裡面換一下那些基因 換一下這個換一下那樣 變異一下變異一下那樣 就令到人那個抵抗到抵抗不到 可以差這麼遠呢 所以它是 很多人為什麼這麼驚忌 就是因為它出來的結果是我們無法預計的 所以大家要很小心啦 全球暖化的那個 效果很多是我們現在還未能夠完全評估到的 我們這隻要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啦 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